大家好,今天是7月19日,星期五 要考慮到下星期已經大約20日 期止結算是會提早的 不會等到24、25日才開始要轉倉 可能到下星期一、二度已經開始有轉倉的活動 今天市又跌了 星期的板塊實質上只有2個 不太陽了 再看看星期的板塊紫 是比較多的,天元氣有些,其他也有 個別板塊,紙方面來說 李文造紙做得好一點 升了1.5% 其他舊的那些是小矮的 所以幫助不太大 石油股類基本上好 原因是因為世界正式局勢的動盪 其他的,就是那些ETF 其他等等的東西 都不是有什麼升跌的 全部都不升不跌 這些還跌了 不過 你慘了,其他跌得多一點 所以他還可以排到第三 跟著電子的消費用品 我們就看到了 這些全部都是比較細的東西 沒得好說 再其次我們看看 酒店和餐飲類別的事之中 都是有一點點是 升的 不過這些都是對於 譬如這些 對於整體的 是大事拉動的東西 是不得了的 不用說了 一片綠 其子 其子就說 最不好的就像這樣 總是不肯升上去 那一定會下來的 那下來這件事之中 真是很有機會 試回去172這裡上面 172搜不搜到 其實都不知道的 真的不知道的 如果搜不到的話 就真的沒有樣子了 那要下來這些位子了 暫時不要管他那麼多 說得都無謂 那今天可以留意的 是留意的股票是什麼呢 留意一隻就是 橫半導體